指揮官陳時中五號公布淘機群居案件 又新增一名清潔工確診 累計已經有五個案例 因應群居感染疫情指揮中心 在桃園機場進行擴大採檢 在桃園機場設立的疫苗接種站 原本每天不超過400人 群居案發生後 接種人數明顯增加 為了因應確診個案公共場所足跡 桃園市政府以中針市場為核心 擴大清潔消毒範圍到23個里 並加開三個採檢站 在黎明公園就有媽媽帶著兩個孩子來篩檢 還有到過中針市場的民眾也來排隊 我有去那個市場 所以我檢查比較安全 我們在那邊做生意 沒有 我是店家 你是店家 對 今天休息 配合 他說休息就休息 多多少少民眾應該會擔心 所以才會來排隊 為了不讓群居案件持續擴大 桃園市政府呼籲若與確診者有足跡重疊的民眾 盡速前往社區採檢站篩檢 大愛新聞 蔡培寅檢員集桃園報導 蔡充特別 疫苗 公 運